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9日 星期一 又要講講我們的老朋友東方日報 話說昨天是李家超政府上場100日 東方日報今天在頭版贈慶 標題開宗明義 狠批政府表現 外圍風高浪急 通關未得 雙暴疾落 新政府百日 香港脫皮脫骨 除了東方重錘出擊之外 《信報》在星期六都有一則有趣的報道值得留意 正程尊欄 余錦賢引述消息 政府高層認為未必會在短期內推行所謂的零加零 氣玉為何不是推行零加零呢 據該報的報道原來自從所謂零加三推出之後 有個別的高官對社會的反應 對社會的反應深感惡疑 高官託議是甚麼呢 原來他們不理解 為何社會這麼快消化了利好消息呢 短短一星期內 建制陣營就有聲音要求盡快 零加零 政府高層為了講好零加三的效用 李家超親自下令各局 要對外講好零加三的故事云云 只能對高官託議 感到託議 回顧李家超百日 真正落實過疑方向正確的措施 大概就是零加三 但在普遍市民眼中 當全世界都是急速回復正常時 取消所有入境限制、防疫措施 令一邊廂香港一百業蕭條 雞飛狗走 安心出行口罩 令谷針限聚令繼續千秋萬世 零加三是市民歇斯底利 力歇聲勢 叫了多年之後 政府被迫做 不可不為救亡的措施 仍是第一步而移 而政府的想法是不同的 如果順報的寫法 政府個別高官是想法 零加三是天大的德政 是旺欣的浩蕩 才會有高官對於社會 這麼快消化利好消息感到 心感託 換言之他們的想法大概就是 我已經做得很好 你們這些人還不感恩 來 快謝主隆恩 然後貴安退下 行不行 行不行 好了 政府其實是否覺得 零加三是很威風 零加三是不會益到香港的經濟 一定是出去玩 因為現在外面全部零加零 餓了很久 有錢也不用了 傻佬政府 你找我做吧 猛佬 阿超真的差一點 記得按LIKE 我們在點擊廣告建設性流言石家媒體 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有能力 在Patreon之前 多謝你們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不裝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